我们看到国家发改委日前刊发了指导意见 表示说近年来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 现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机制 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式的发展 新的机制将会对电力企业带来哪些影响 相关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 公英国际研究部新能源电力与电力设备行业分析师 李启浩先生 李先生早上好 早上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将会于2020年1月1号起 将会实行的这个标杆上网电价机制 改为基准价格加上下浮动的市场化机制 而明年更是只准下浮 那么这个将会对相关的电力企业的盈利能力 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上周看到发告已发布了 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的指导意见 根据这个意见 国家要求把先行的燃煤标杆电价改为基准加浮动的新的机制 那么在新的机制要求下各地的这个基准电价 需要根据各地先行的燃煤标杆电价来确定浮动的范围 为上浮不超过10% 下浮不超过15% 但是因为明年要确保一般的工商业平均电价持续下降 所以明年只能下浮不能上浮 我们认为这个政策对于燃煤发电企业来说是属于一个低空的消息 因为明年燃煤电价降大概率受压 加上在新的实施的首年 就是2021年电价只能下浮不能上浮 我们认为这个下浮的幅度很可能会偏向于市场化电价的这个价格 那么目前来看我们看到这个2018年的时候 市场化交易电量的平均电价相对标杆电价值量大概是7% 所以我们估计明年这部分的这个新的电价 这个浮动的范围很可能就会倾向于这个7%的这个水平 那么对于哥股来说 我们认为对于华能国际 华电国际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他们的火电市场的比例相对比较多 受到电价的影响是最大的 对于新能源项目来说 存量项目不受影响 他们的电价水平 包括电价里面的结构不会受到影响 但是新核准的平价上网项目的收益率有可能受到影响 因为他们的电价可能会参考新机制下的火电电价 不过这两年新能源发电企业的投产的项目 一般都是在以前2018年以前拿到核准的项目 所以我们估计这两年 以内电价对他们影响的利润表的影响 不会在这两年出现 另外我们看到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公布 说今年1到9月 内地农村居民用电增速是超过了城镇居民 也是为近年来的首次 那么这当中是反映了电量消费一个怎样的趋势 对于投资者来说又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们看到中国电力协会的数据显示 1到9月份农民的居民用电量是同比增加6.45% 超过城镇居民用电量的增速0.3个百分点 是近几年以来的首次 我们认为这个反映了国家扶贫政策 以及电网改造升级的成效 从扶贫的角度来看 近几年扶贫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不断提升 我们看到人均消费支出在过去五年 平均的增长速度都是以双微数字提升的 那么我们预期中长期内会有更多的农村 会持续采用更高功率的电器 包括电视 空调 冰箱 洗衣机等等 那么这样的话农民的用电量增长 我们认为是会持续一个增长的态势 那么从电网升级改造的角度来看 国家从2011年开始就开始改造农村的电网 把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放进12-5跟13-5的规划当中 把它视为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目标是使电能在农村家庭能源消费里面的比重大力提升 那么农村的供电能力 还有供电的质量 在电网设施质量还有覆盖范围 更广泛的情况下得到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 由于进入一个属于冬季的四季度 我们认为农村的清洁财卵的需求 将会进一步释放 取代以往比较常见的这个煤炭 采油等等这些高污染的资源 我们预计这个农村的用电量将会在年底之前 持续提升的 明白 那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个火电 风电的不同的电力企业当中 想请教李先生 您认为哪一类的电器在未来的走势中有机会 我们看到今年的上半年是属于一个政策的密集器 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政策 是这个关于2019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 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 那么在这个新的政策要求 在2008年以前拿到核准的风电项目 需要在2020年以前 2020年底之前兵网 那么今年核准的项目需要在2021年底之前兵网 所以我们看到从今年开始 不少的风电开发商都希望在2021年之前 继续把手上的一些储备项目释放出来 出现我们所谓的强装 以确保获得强度较高的一些标杆电价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主要的一些风电开发商 他们今年的新增装地计划都是比较激进的 平均增加一到两个基瓦 相对他们去年增加大概0.4到0.5个基瓦 大幅提升 所以我们判断这两年这个风机的增长的市场 应该是比较比较强 估计今年跟明年平均每年 这个中国风电市场的增加的量 大概是在25到30个基瓦左右 那么这个会直接会增加这个风电上游设备上的一些 兵活量 我们从三季度的时候 三季报的时候也看到 有一些风电的上游设备生产商 他们基本面图不得到修复 包括从他们的平均收价 毛利率 还有这个他们的订单也可以看出来 所以我们估计这个新能源方面的话 上游的设备生产商 他们的基本面恢复的背景下 他们未来几个月应该走势会跑赢同业 相对来说下游这个催化 催化技术比较缺乏 同时传统能源方面呢 这个短期内刚才提到 有受到这个电价影响 所以市场短期内还是担心 明年这个平均电价下降这个问题 所以传统能源我们估计 短期内这个价格 可能会受到一点压力 虽然说前段时间已经跌了比较多了 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反弹力度 还是比较弱一点 明白 好了 时间关系呢 我们今天就先跟李先生联系到这里 感谢您跟我们来的分享 谢谢您 好的 我们也是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